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小辉 长春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近20年 对于肾癌 尿路上皮癌 前列腺炎等泌尿系肿瘤的综合治疗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下面欢迎我们的健康观察员豆豆 豆豆你好 主持人你好 宋主任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宋主任 我们知道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性腺器官 男性的排尿生育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在前列腺所有的疾病当中 前列腺炎是最常见的疾病 首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前列腺炎吗 前列腺炎本身是一个不致命的病 但是却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就包括有一些特别是慢性前列腺炎 慢性盆降疼痛中恶症的患者 对于患者的生活有的特别严重的影响 包括一些睡眠 包括一些工作的质量 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目前来说前列腺炎主要分为四个类型 一型就是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 这个就是临床上比较少见 大部分都是以尿贫尿急尿痛 排尿困难 高烧 寒战 一些症状来就诊的 二型就是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 这种就是说有遍体感染 导致前列腺炎的一个炎症 一般表现出来的症状 可能就是尿贫尿急 可能也有一定的尿痛 再一个会有会饮区 或者吃不上去的一个疼痛 三型主要就是慢性非细菌性 进行前列腺炎 还有包括就是慢性盆底 疼痛中后症的 这部分患者是最麻烦的 因为它本身发病的原因 激励现在并不是很清楚 治疗上效果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导致很多一部分人 被疾病困扰特别痛苦 四型就是一个无症状的前列腺炎 当然这部分只是一个通过医学检查查出来都有炎症 但是它没有离任何临床症状 这部分病人就不需要什么特殊处置的 宋主任 有研究表明前列腺炎的发病率 可能与牛肉猪肉这样的红肉摄入量过多有关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哪些生活习惯会导致前列腺炎呢 前列腺炎的直接诱因 可能跟饮食没什么特大关系 但是它是也属于一个诱发因素 前列腺炎呢 它就是根据环境 跟人的生活习惯 都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它最直接的病因 可能还是一个细菌的感染 但是真正能够让它诱发这些因素的 就包括一些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工作环境 寒冷的环境 或者着凉了 就可能愿意这个慢性前列腺炎就容易发作 另外呢 就是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包括你抽烟呢 熬夜呀 工作压力大呀 这些也都可以诱发起那些炎 另外一个就是饮食 饮食呢 主要就包括你一个长期的大量饮酒 吃一些辛辣食物 其实这个幼类什么的吧 如果控制量 来说对它营养不大 那么宋主任 在日常生活中 哪些表现是代表了早期的前列腺炎呢 一般急性前列腺炎 很少就是分早期还晚期 它就是症状比较急 就不分这个早期晚期了 所谓的就是早期症状 主要还是指这个慢性前列腺炎 慢性前列腺炎呢 就是最典型的症状 可能就是一个会音部 包括持股上去的一个疼痛 这种疼痛啊 就是说无时无刻不存在的 就是包括睡眠的时候 它可能也会有这个 有的好多人一部分人 就是在这个睡眠的时候 就是疼得睡不到觉 这种也是有的 早期的症状 大部分都是以疼痛 而实际上这个尿频啊 尿急啊也会有 但是都不会太严重 宋主任 对于任何疾病来说啊 早期筛查都是发现疾病的 最重要的手段 那么前列腺炎的早期筛查 都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诊断前列腺炎呢 主要还是靠一个 四倍法的检查 就是通过换几个几种 就是第一个是要查 这个初死尿段 这段的尿常规 看看有没有细菌 做培养 第二个呢 就是做一个中段尿的培养 看看里面有没有细菌 还有一个要做一个 前列腺的按摩 然后查这个前列腺液里面 有没有细菌 第四个呢 就是前列腺按摩完 要再查一段 这个排尿的尿液里面 有没有细菌 主要的检查手段 还是要靠这个 细菌学检查 来明确诊断 宋主任 刚刚我们说完了检查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治疗了 那么前列腺炎 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治疗上主要还是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急性前列腺炎 主要是要及时的消炎 学用敏感的抗热术 因为急性前列腺炎 可能还合并前列腺的脓肿 这个可能就需要切开引流 如果引起排尿困难 出现尿珠瘤了 可能需要一个尿道改道 当然这个都是急性的前列腺 临床和更多的是一个慢性前列腺炎 慢性前列腺炎 如果是二型的 就是这种慢性 细菌性前列腺炎 首先还是以要抗热术术 口服 一般建议是四到六周 一般吃到两周的时候 我们要复查一些这些 检查指教 看看以评估这个治疗的效果 到时候选择一下是更换药物 还是继续服用药物 如果是这种三型的 就是非细菌性的前列腺炎 这个就是之前比较麻烦 就是我们临床通常也给予 两周左右的抗热术治疗 看看这个疗效怎么样 这是药上的治疗 其他的呢 主要还是要患者自己调整 因为这个三型的这种慢性前列腺炎 跟患者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患者如果比较焦虑 生活的压力比较大 工作的压力比较大 他就会有可能失眠 这样的患者 就是说要把自己情绪调整好 把自己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改善一下 这样也对这个疾病的治疗 有一定的价值 再一个呢就是理疗 理疗呢包括几种 就是说最常见的 可能就是自己在家 就可以做一个温水坐浴 每天早晚用热水 12度左右的 进行一个坐浴 每次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 一天做两次 这样的话也可以对这个前列腺炎 的炎症有一定的改善 宋主任 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加呢 越来越多的人在对待疾病上 都讲就预防二字 那么前列腺炎这种疾病 我们怎么预防呢 其实前列腺炎 我们习惯把它就比对感冒 就是这个病呢 就是说不能够去根 但是它会肿犯 那我们对于它的治疗呢 就是更多的要去除这种诱因 就是一些诱发前列腺炎的因素 诱发的因素 刚才我也说了 就是包括这些工作环境 包括饮食习惯 包括生活习惯 这些呢 首先是要自己去改善的 工作环境的改善 可能就是有的 就是说这种 如果要是确实在这种 低温的环境上 就是自己保暖 避免脚下着凉 那么就是饮食上要戒烟戒酒 要即食辛辣的食物 另外呢 就是还要改变一些生活习惯 避免久坐 就是不要长期的坐着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还是要鼓励 这个前列腺炎的患者 进行一些体育锻炼 这样的话 就是说可以降低 这个前列腺炎的发病率 另外呢 就是说前列腺炎 也需要适量的多饮水 但是还不要憋尿 因为憋尿也会造成 这个前列腺炎的发病 专家总结 如何远离前列腺炎 一 多饮水 二 不憋尿 三 在日常生活中 多吃豆磊和蔬菜 四 保持心情舒畅 注意个人卫生 五 少烟少酒 节目的最后呢 节列卫生提醒 年龄超过50岁的男性朋友们 要定期到医院做前列腺的项目的相关检查 在办公室工作或者长期开车的男性呢 也要加强体育锻炼 这样的话 才能够保护前列腺 不受伤害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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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